北京冬奥的议题 立陶宛也是follow美国的脚步 要抵制外交抵制 2022的北京冬奥 美国上个礼拜这个人权议题之后 很多国家就跳出来了 外交抵制啦 疫情不能去啦等等的 尤其是五眼联盟 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理由 说不要去 加拿大英国立陶宛 爱沙尼亚等国也纷纷加入抵制行列 欧盟国家呢 在上个礼拜会议当中才说呢 他们要达成共同的立场 但是接下来 法国也要举办2024的巴黎奥运 已经说抵制的作用不大 所以他们不会加入 另外呢 意大利跟法国的立场一致 是支持2022北京冬奥的 尽管说这些大国已经表态了 但是呢 欧盟这么多国家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利益纠葛 跟美国的关系 目前还是瞧不拢 只是今天我们收到最新消息是 欧盟当中呢 比利时跟奥地利已经率先宣布了 疫情的关系呢 还有种种原因 他们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 北京冬奥倒数计时 来自全世界的选手摩拳擦掌 在各场馆都看得到选手练习身影 期待参加这场国际胜会 但是国际抵制声浪不断 影响奥运准备气氛 选手也表示无奈 在美英澳等国先后宣布外交抵制后 越来越多国家陆续跟进 但是欧盟国家立场出现分歧 下一届奥运主办国法国 表示不应该把奥运政治化 决定不加入抵制 但比利时奥地利则是确定 不派官员出席 不过奥地利总理内哈莫强调 这样做并不是外交抵制 比利时国会议员则是在推特发文 表示他向总理德克鲁 提问是否外交抵制 德克鲁说比利时不派官员出席 不过比利时当地媒体后续报导表示 过去比利时从来没有派过 官方代表出席冬奥 再加上疫情因素 今年代表团也缺席东京奥运 亚洲方面日韩也是力想不同 南韩力挺北京东奥 日本政府则是传出消息 要等德国法国表态后 才会正式发表 各国纠结在配合美国 又不想得罪大陆之间 两边都不讨好 就像法国总统马克宏所言 无意义而且只有象征性 记者张力报导 那么现在美中之间的 包含了贸易战 科技战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美国又来这一招了 又要来进行制裁了 据说接下来名单会出炉了 彭博社率先报导 拜登政府现在考虑对大陆最大的 晶圆制造商中芯国际 实施更严格的制裁 借由强化设备出口的禁令 要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科技的 技术的努力 另外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报导说 美国将再以新疆人权状况为理由 要来制裁八大 八间大陆的企业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已经表示了 这个举动只会威胁损害全球的产业链 还有产业链的安全 美方个别政客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将科技和经贸问题 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 这违背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 只会威胁损害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 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是典型的 损人不利己的 政治操弄 还有在12月18号 台湾要进行四项公投 对于台湾的民进党声称说 如果进口美猪不通过 台湾的经济会回到过去 被锁在大陆的困境 大陆国台办就驳斥 反呛说 这根本叫做政治操弄 还说大陆都不进口 莱猪为什么台湾要进口呢 台湾即将举行四项公投 有另一人士操作抗中保台 鼓吹四个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大陆并吞台湾 还说如果进口美猪不通过 台湾经济将回到过去 被锁在大陆的困境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对此言辞驳斥 认为民进党政客说谎 偷换概念 至于中委员唐凤 日前受邀参加美国民主峰会 马晓光也十连问 请问民进党政府 哪里有民主 马晓光也反问民进党 谈民主却关中天 根本算不上民主 而唐凤因为用不同颜色 标示台湾和大陆 遭主办方中断视线讯号 也被马晓光批评 是自取其辱 对于该如何看待 新媒体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马晓光也批评绿云网军抹黑大陆 最后他也呼吁 大家不要掉进绿营的陷阱 做两岸政治操弄 制造绿色恐怖 记者叶伟林 余毅 谢韩宇报道 香港的一传媒 因为资产遭到冻结 停止运作 香港最高法院 在15号的时候 已经下令了 一传媒要及时清算 台湾的苹果日报 将会交由香港法庭委任的临时清算人 来进行处理 香港高院在15号上午 就政府对于一传媒的清盘 成请进行聆讯 在无人反对之下 法官下令一传媒清盘 那么香港警发国家安全处 在6月17号 以违反国安法为理由 拘捕了 苹果日报及其母公司一传媒 五名高层 当天一传媒宣布股票暂时停止交易之后 一直就没有恢复 而黎智英也因为去年的六四集会案 被法院裁定 删获及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等罪名 在14号被判刑13个月 好 再来我们来关注 今天有一起很恐怖的爆炸事件 发生在海地的北部城市海地角 是在当地时间 14号的清晨 油管车爆炸事件 副市长阿尔默表示 已经至少有62人不幸罹难 这个爆炸的时候呢 是因为油管车反腐 然后呢很多人为了要去接这个油 结果呢 当时意外的一场爆炸 大家都来不及逃 所以造成了62人被活活烧死 也波及了附近至少有20栋的民宅房屋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 这个建筑物全部被烧得糟和一片 那么目前都还没有办法掌握说 屋子里头到底还没有人不幸的罹难 只是海地的局势呢 最近的确呢非常的混乱 尤其是在当地啊 天然气的管路啦 还有包括一些方派占领等等 所以呢海地正面临严重的燃料危机 另外呢 台湾驻海地大使馆也回报说 这次的事件没有台商或者是侨民受到波及 整体事件的发生原因 还有待详细调查理清 刚提到了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爆炸事件 所有的房子烧成焦灰一片呢 当时据传呢很多的民众要来搜集这个油罐车 翻车之后的漏油 所以造成了很多人遭受到不幸的爆炸波及被活活的烧死 这个地点呢是发生在海地的首都太子港 其实太子港呢从12月初开始就一直发生缺油事件 缺油缺能源还导致呢 像是医院啦学校啦救护车等等啦连银行呢几乎都快要开不了了 一开始呢有油的加油站就已经大家要去抢油大排长龙 因此呢油价开始迅速的暴涨 现在呢已经是你有钱也加不到油了 好一开始呢有一些地方啊一加轮的汽油已经涨到15美元了 这个海地的居民还告诉记者说 以前啊当时还有油的时候他们是凌晨呢半夜啊就要起床开始来找汽油了 他说呢冲击的包含呢你自己开车就算了大众运输啊也几乎都开不了了 好有车的人当然呢有钱都已经买不到汽油了 据说最高是到2000海地股的价值差不多是20美元 那么搭乘大众运输的这些乘客呢 以前你一趟车资是海地股的15 但是呢涨到后来居然变成50 你就知道当地的这个因为交通的因为燃油的关系导致他们交通费涨了有多贵 那么因为燃油短缺所以很多东西很多地方都开不了了 医院啊学校啦救护车啦都没办法作业 结果呢很多医院就有人去楼空 没有也没电的这样医护人员更紧张 他们很怕呢如果他们到医院区会不会被绑架 所以呢不敢上班 因此呢海地的首都太子港宛如一座空转的鬼子 连银行都宣布了他们的营业时间呢 原本一个礼拜开六天要缩短为三天 下午还要提早打烊 这个状况恐怕还会继续恶化下去 海地的总理亨利呢在上个礼拜啊表示说 我们海地根本不缺油 于是呢他把矛头指向了黑帮 他说呢就是因为有帮派封锁了储存燃油的港口 绑架了油罐车的司机 就在这起意外爆炸发生啊当天的白天 爆炸是在14号的清晨 在13号的白天呢据说控制海地最大石油供应库的 居酒的这个黑帮的首领 他才刚宣布说我们要来停火了 12月13号到12月18号呢 让医院学校啦这些店家呢安全的 可以去找到他们要的燃料 但是呢据说最近这几个月当中啊海地的帮派呢 他们的确是有加强对于太子港的掌控控制呢 通往海地的三大石油供应设施的道路 就是呢路此路不让你过啦 海地的黑帮呢就挟持了12辆的燃油油罐车 据说要付高额的赎金他才会把司机给释放 那么被指控操弄的就是海地规模最大的帮派 居酒革命军而这居酒革命军的领袖 他们到底要什么呢 好除了要钱之外 其实他们更希望的是领袖切里奇尔 他已经提出了交换条件 就是要求海地的总理亨利应该下台 海地现在呢非常的混乱 美国跟加拿大都已经开始建议他们的公民撤离海地了 加拿大也已经撤出了大使馆非必要的人员 那么其实呢2018年在海地也发生过 因为当时的总理拉风单 他要调整油价要涨四成 所以当时在海地也引发暴动 当时的政府呢立刻的取消了油价调涨 当年的总理也因此下台了 还有在7月份的时候 可能也是因为这油价太贵了 肯雅也发生过抢油 油罐车已经翻车了 但是大家又要去抢油发生的爆炸意外 据说当时翻车的时候民众也是一样啊 拿着桶子呢到现场去抢油 结果突然间这个油罐车爆炸 造成了13人不幸罹难 24人严重烧伤的惨剧 现场还发现了被烧成只剩下骨头的遗骸 看广告就是支持中天 多看一只 多帮一点 看满30秒 中天更强大 今天啊在香港闹区 铜锣湾的这个世贸中心呢 在中午大约是12点37分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恐怖的火警意外 一度呢是超过350人 受困在这栋大楼里 那么我们在截稿前得知有 还有超过150人困在大楼当中 有至少12人因为吸入过量的浓烟 送医急救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呢 铜锣湾的世贸中心啊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装修工程 结果呢 疑似是因为棚架突然间起火 导致现场浓烟密布 香港政府在稍早的时候也宣布了 这起火警的等级是属于三级 目前已经指派了消防人员 动用两条水线跟两队消防队员进行灌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